早自习才刚开始就警报大座 学生赶快跑出教室 有人脚受伤跑不动 身旁同学意间扛气 华联地震连中国都有感 距离镇压大约735公里的浙江杭州也超晃 下来 下来 到外面空地 到外面空地 一把抱起狗狗冲下楼 吃鸡里的水左右摇起大浪 地震来得突然有民众被晃走 我还以为是自己滴血糖了 然后就发现不对 是房子在晃 真的是在摇 持续轮大概有十几秒 又特别特别的明显 浙江省地震局解释 杭州市地基主要是身后软土 对地震波有放大效应 地震一来 自震周期超过一秒的高层建筑 很容易与被软土放大的 长周期地震波产生共振 车上大厅黑压压一片 高铁站满满都是人 一排红字几乎都污点 福建漿州甚至有列车 得等将近五小时 好我想问一下 福建是整个高铁停留 对 南部 你发现有折板 如果要换成车的 后面的车也不能开 除了浙江 福建之外 包括广东 江西 安徽 江苏 上海都有震感 有有有 甚至湖南 湖北也在晃 虽然大面积有感 但中国各地 目前都未传出灾情 许多民众第一次感受到地震 因此吓出一身冷汗 感叹地震逃难尝试 还是该紧记在心 有备无患